如果某天你在森林中发现一个奇怪的婴儿 身长级有25厘米 头大如洋葱 眼睛占据大半沾脸 还发出诡异的吱吱声 你会怎么办 这个并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而是1996年发生在俄罗斯 车里亚宾斯克州 卡里诺沃村的真实事件 这个神秘的生物被当地人称作 阿廖申卡婴儿 它引发了无数关于外星人 地心文明 甚至是核辐射畸形婴儿的争论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阿廖申卡婴儿事件 大家好 我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阿部主 旁边是UFO调查者小仙儿 大家好 这个事情要从卡里诺沃村的 一位74岁的老人讲起 这个老人叫做塔玛拉普罗斯维利娜 96年一天晚上 塔玛拉就像晚餐一样 从家园出发 向村边的小树林走去 他想从树林边的井里面取水 这是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当他走进井边的时候 他听到了微弱的婴儿哭声 把以后的婴儿哭声 作为曾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塔玛拉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 他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在一块小空地上找到了发出声音的东西 这个东西正在发出 嗡嗡吱吱吱的这种声音 从这个东西的体型上看 非常像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 不停地用他纤细的手 抓向塔玛拉 就像渴望塔玛拉的拥抱一样 长期独居的塔玛拉就决定把这个婴儿带回家 来照顾他 塔玛拉抱着婴儿回来后 第一个联系的就是他的儿媳 塔玛拉告诉他的儿媳 自己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个婴儿 他儿媳一听惊了 马上就来看自己的母亲 虽然说马上其实也是第二天了 但他的儿媳来看到婴儿的事 就从惊老变成震惊了 因为这个婴儿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人类 这个小东西大约20到25厘米长 长着两只与脑袋不相衬的大眼睛 手指一长的长 皮肤呈灰色 它最显眼的就是那个脑袋 像一个倒扣的洋葱 头上没有头发 但是有黑褐色的斑点 也没有外耳阔 就是这个地方 在本来应该是外耳阔 或者是耳朵的位置 是两个小洞 瞳孔像猫的瞳孔 能随着关线的亮度扩散 最后收缩成一条线 他的嘴巴像一个小洞 从动静能看到两颗门牙和红色的舌头 身体很柔软 但是没有肚脐和类似人类的生殖器 以上这些描述都不是我们的描述 是塔玛拉的儿媳妇的描述 而且她的儿媳妇说 这个东西在她见到的时候 是活着的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裁判 塔玛拉坚定的认为 这个一定是一个被遗弃在森林中的普通人类婴儿 她甚至给这个奇怪的东西起了个名字叫阿瑞奥申卡 在俄罗斯语里面 阿瑞奥申卡的意思就是小阿雷克歇 因为塔玛拉的儿子叫做阿雷克歇 即使如此奇怪 但是塔玛拉的儿媳妇就是这一位 没有联系单局 也没有把那个东西带走 因为她觉得塔玛拉已经老了 其实四岁了 是个累赘 自己不想谈这件事情 也不能怪塔玛拉的儿媳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塔玛拉的儿子阿雷克歇 早就因为盗窃罪被抓进去了 关了很久了 塔玛拉的儿媳一直在照顾这个老妇人 她自己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 也能让自己轻松一些 得到一些解脱 所以她也不太想去管这个事情 所以就没有报告单局 但是这个生物 虽然不是塔玛拉真正的孩子 却给塔玛拉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还有安慰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面 老妇人塔玛拉就用牛奶掺入交谈 喂给阿廖申卡 然后每天用毯子包裹住这个东西 抱着这个东西到街上散步 还和她对话 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一样 抱着那么出去 还可以跟她说逗逗她怎么样的 她对她周围的人坚持说 她怀里的这个东西 是自己的孩子阿廖申卡 有点走火入魔了吧 有一点 但其实因为可以理解她长期独居 儿子 俩儿子都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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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独居 对对对 也可以理解这种精神状态 从来不让其他人看毯子下面的东西 有好事的人 肯定哪个都有这种好事的人 会偷偷地看 偷偷地趁塔玛拉不注意掀开毯子 看看里面的东西 看到这个东西就直接被吓到 震子的人就开始传 塔玛拉的精神肯定出问题了 这个长期独居老人 为了排解孤独和一个玩具再说话 他们觉得那是个玩具 然后把这个奇怪的玩具就想象成自己的儿子 所以大家开始渐渐忽略这个老人 继续自己的生活 但是突然有一天 塔玛拉开始挨个敲他们邻居的门 说是他孩子生病了 不会动了 希望他们给他的孩子一些药品 救治他的孩子 邻居们一看看这不行 于是就报了警 小镇警察其实也了解塔玛拉的情况 于是直接就把塔玛拉送去精神病院了 在精神病院里 塔玛拉被诊断出了精神分裂症 于是塔玛拉就被强制入院接受治疗了 而塔玛拉在这个过程中 则一直在哭 反复地哀求医务人员让他回去 他说他家里有一个需要他自己照顾的孩子 他还警告说 没有他这个孩子就会死 但是这些所有的说法 包括他的行为 都被担成他精神分裂 幻想出来的这种情况 所以就没有人理会塔玛拉 就因为这样 还是婴儿状态的阿廖申卡 就失去了照顾 当塔玛拉的亲戚 再次来到塔玛拉的房子的时候 他们闻到了一股恶臭 在房子里面发现了阿廖申卡的尸体 一具干尸 马上这些亲戚联系了单局 因为很奇怪对不对 你看他并不像一个婴儿对不对 他其实都比婴儿还要小 你看跟我们讲 那个人类颅骨一点都不一样 对 这是真的一个外星人尸体吧 也有可能 他们马上 这些亲戚马上联系了单局 说自己发现了不明生物 车里亚宾斯克州的政府 还算是比较重视 就派出了一位专门的 来调查这个事件的特勤员员 叫弗拉基米尔本德林 里格里特 里格里特就将这具尸体带走了 交给了专业人士进行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 当地的电视台还进行了 报道拍照等等一系列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单式的一些报道和片段 这个事情啊 其实在俄罗斯和周边国家流传的飞察馆 就有日本的媒体听到这个故事了 就组织了一个电视设置组 前往俄罗斯调查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探索到一些 关于外星人相关的信息 他们的第一个想法 当然是找到事件的单身人塔玛拉 不幸的是 塔玛拉在1999年 逃离精神病院的一次行动的时候 死于一场车祸 据当地的警察说 当时塔玛拉不知为何 站在高速公路上 疯狂的手舞 主导好像在欢庆一些事情一样 被一辆路过的车辆赚死了 摄子组的另一队人员 就去找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 拿走尸体的弗拉基米尔 本德林里格里特探员 他们希望通过本德林探员 找到阿辽生卡的尸体 因为他拿走了这个尸体 为此呢 他们甚至愿意向 本德林探员付20万卢布的钱 买到那个尸体 但是本德林告诉摄子组 尸体呢 被交给了一个叫做 鲍里斯·佐拉托夫的生物学家 摄子组于是又连夜 找到了这位鲍里斯·佐拉托夫 佐拉托夫却告诉摄子组 尸体在运输过程中 被UFO劫走了 佐拉托夫不愿意透露太多细节 他就这么描述了这件事情 就没有了 也拒绝了随后的所有采访 人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所以就猜测 佐拉托夫是不是迫于某种压力 才讲出的这样的故事 不愿意接受采访 就是害怕言多必失 于是呢 还怀疑 俄罗斯的秘密警察 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尸体会不会是被俄罗斯的秘密警察拿走了呢 要知道 当年苏联的KGB可不是吃素的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 俄罗斯的秘密军事基地或者科研机构 正在对这具尸体进行研究 目的呢 得显而易见了 研究外星人 不管啊 这是官方的要求 还是真的是这个尸体就丢了 不过这件事情还有一点点转机 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过 塔玛拉一直在用一个毯子 裹着这个不明生物吗 其实你也刚才在视频里面看到那个尸体被摆在了一个毯子上 对吧 而这个毯子 还留在塔玛拉家里面 社子组通过他的儿媳找到了那条毯子 并且和俄罗斯记者瓦迪姆切尔诺布罗夫合作 将这块布运往了莫斯科 并对上面的物质进行了检测 两周以后 这个莫斯科的实验室得出了检测结果 结果显示毯子上有两种不同的DNA样本 其中一个样本是一个女人的DNA 这个样本和塔玛拉的对应 也就是说 这份女人的DNA样本就是塔玛拉的 而第二份DNA样本则很特殊 它与任何已知生物的DNA都不一样 结论是 它可能不是我们已知的生物 注意 我没有用外星人来形容这个DNA样本 为啥 先听往下讲 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地UFO爱护者的关注 克里诺沃村及周边地区就成了UFO爱护者的热门地点 其中有一个名为宇宙搜索的小组 多次盗犯了克里诺沃村 并采访了很多当地人 他们得到了一个和所有人想象都不同的答案 他们在当地人口中得到了一个 当地世世代代相传的这么个传说 说克里诺沃村附近有一种神秘的矮人种族 这种种族长得非常像人 最大的不同点 这种矮人种族就一米左右高 如果他们是婴儿状态或是小孩状态 可能就20多米高 这个就和那个对手了对不对 对 而且非常害羞 他们居住在乌拉尔山的深处 甚至是地底深处 以采矿挖掘为生 偶尔会出来戏弄人类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 所有的这种矮人头上都会戴一个奇怪的帽子 为什么说是奇怪的帽子 这个小组猜测 这个可能不是个帽子 而是这些矮人的颅骨就长成那个样子 倒扣的洋葱 那可不可能阿辽生卡就是这种矮人呢 这都和阿辽生卡很相似对吧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可能有一种矮小的未知生物在这个区域活动 可能是外星人 但更有可能是地底人 因为传说中他们生活在山的深处地下 以挖掘为生 这是一种可能 但是仅凭这两点就断定阿辽生卡是矮人或者地底人还是太草率了 于是2015年 另一个UFO团队提出了另一个可能性 是除了外星人或者地底人的另一种可能性 说这个生物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畸形的人类太阳 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这样去判断 对肯定可能 但这个机型也有点机型的夸张 太机型了 有人也问他们说是为啥 怎么可能一个机型还机型的成这个样子还能活 但这个小组有一个完美的解释理问 他们解释说 这个胎儿的机型是由于长期暴露在核辐射中造成的 我们都知道1986年 前苏联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但是其实在30多年前 也就是1957年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 发生了一起几乎不亚于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 克什特姆核事故 车里亚宾斯克州是位于苏联的深处 而且苏联做的噤声非常严密 几乎就没有传出来 1957年9月29号 在靠近阿里奥申卡的马亚克化学联合公司 由于核废料储存罐冷却系统故障 导致压力和温度水平急增最终导致了爆炸 使得整个核废料污染到整个空气中 这一事件导致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被放射到大气里面 但是就像切尔诺贝利灾难一样 前苏联当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 禁声 他们隐瞒了这件事情将近40年 到1992年苏联解体 这件事情的资料才被爆出来 这次核泄漏事故影响了大约52,000平方公里 影响了该去大约27万人的生活 整个事件的核泄漏当量 差不多是一半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当量 非常严重 那也很严重 真的非常严重 但是就是因为车里亚宾斯克州 位于苏联的深处 二一个是 当时苏联在国内这种措施做的比较好 它隐瞒了将近30年 对那个时候毕竟自媒体还不发达 没有自媒体那样 但是对于单地居民的生活 是肯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受核辐射影响的区域 到现在还被命名为 东乌拉尔泛射性痕迹 那个区域还有严重的核辐射 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核辐射区域之一 有些区域甚至超过了切尔诺贝利 确确的受到影响的人数 现在已经根本无法统计了 但估计该事件 直接导致了数百人 因急性辐射而死亡 这个是因直接的核辐射导致死亡的 并在随后的几年内 对居住在这里的人 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阿辽生卡就很有可能是一个 受到核辐射严重影响的 急性胎儿 但就目前来说 由于阿辽生卡尸体的离奇丢失 本来是一件非常明暖的事情 现在变得扑朔迷离了 其实我并不相信 上面这两条说法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 可能这个东西就本身就是个伪造的 说丢失呢 不过就是一个用一个缓源 去掩盖另一个缓源 为了怕穿斑 而另一种可能就比较稀罕 就是这个说法的反面 阿辽生卡真的是外形 为啥这么说啊 首先就是 弗拉基米尔本德林 李德里克 他真的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政府调查员 他真的是个特勤人员 而尸体的移交给这位 鲍里斯佐拉托夫 他也真的是一个生物科学家 但是你也看到了 佐拉托夫那种表现 很局促 很紧张他裁判的时候 虽然很短 而且他不愿意多说 就显得整个过程里面很诡异 好像有人在掩盖这些东西 但是又对 之前 因为已经流传出了很多视频和资料 这甚至都流传到国外去了 对吧 又显得要急于把这件事情 快捣掌断麻切断了 就让这个佐拉托夫出来 做一个无法追查的缓源 来截断所有的问题 到这猜测就结束了 和那个香飞变成蝴蝶飞走的 没什么区别 对 到这儿你要追查 你也成了无头案了 你说是被UFO抓走了 你要是能把那个UFO打下来 你也就能拿到这真正的证据 最多最多的证据 就只是那块布 那块毯子上的DNA检测 但从证据的角度来说太弱了 所以这一切的真相 可能真的只有俄罗斯政府 才知道真相是什么样 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哪样的 首先我排除了 它是个畸形的婴儿 为啥 作为生物学家 他肯定是希望基于这个东西 得到他一个新的理论 然后扬名学界 对吧 但他现在说东西丢了 那肯定是受到某方面的压力 要么UFO是真的 要么政府的压力 对 那这样如果是辐射 辐射的资料 其实已经公之一众了 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所以政府没有必要 去为前苏联的政府 去掩盖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不太可能是 为了掩盖核电站 爆炸这个事情 来进行政府施压 但更有可能是 这个东西确实是未知生物 政府注意到了 收回去了 跟生物学家说 你啥都别说 编个什么谎言 告诉大家就完了 就像你说的 我现在想想看 第一种说他是做假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做假 无非为名为利 对不对 就像你说的 他为名 那如果他为名的话 他会把这件事情 继续做下去 直到有一天被揭穿 他中间可以享受到 名利带来的东西 要么为利 对不对 为利肯定20万卢布 对不对 但是车子组出了20万卢布 或者他之前 卖给什么什么人 他有明显的得利的 这种目的性 对 他不会这种戛然而止 对戛然而止 那反过来说 反而是啥呢 外星人或者是 真的是弟弟人 对未知生 对未知生 可能性反而更高 因为其实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采访 首先那个环境很奇怪 在晚上 好像是个露营旁边 对 在晚上 他在露营旁边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生物学家的 神态和肢体动作 他明显在问到这个东西 他挺紧掐着自己大腿 感觉他很紧张 那个时候 而且另一只手 是握拳 那这个时候明显 他在说话 从肢体动作上 判断我觉得他在说话 或者说镜头外 有人盯着他 让他完成这一段录制 对 所以政府施压的可能性 或者某种组织 对他施压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应该是违背 他本人的意志 对 而且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不愿意接受更多的采访 就像我说的 如果他是个谎言 为名为例 对 那我肯定接采访 接到手软 对 我接到手软 对不对 我一次采访 我不是多收 我就收这么一点点的钱 我把那天 我遭遇UFO那个故事 讲得会声会色 对不对 做各种节目 你看美国有多少人干这事 对 接广告 接电视节目 甚至做播客 做到手软脚软 多了去了 对 为啥 反而不愿意多提及 这就很反常 所以 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 至少我们推出了两个 我们觉得可靠的观点 最后 真相是什么样 我觉得可能 还是俄罗斯这不才迟到了